好 在发多球的第十五集 我们要组合了 那我们的基层下面的教练员当中的话 会教单一的动作很多很多 但是把所有的技术融合在一起 可能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 有些可能教拉球教的很好 但是怎么把这个拉球用出来 那我们就要用了组合多球 组合多球是把所有的技术融合在一起的 那接下来我们去探讨这个组合多球 第一个我们是发单一的组合 单一的组合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要发它摆一板拉一板 摆一板拉一板 这是比较单一的 摆一板拉一板 或者让运动员摆过来 你他摆过来 你直接戳过去给他 让他去拉 这是单一的组合 那么的话反手也是一样的 反手也是一样的 尽量模拟反手 不要用正手去发 让他去拉起来 这是比较单一的 还有一些我们就不多说了 比如说是上旋球下旋球拉起来 转上旋球 这是单一的 就只有两个动作组合的 那就单一的组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说复合的组合 复合的组合我们就要求高了 比如说我们推侧扑 最经常用到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 推侧扑 这是有些复合的 就是多了一个三个技术动作 那么我们还可以 那些什么复合的 就是反手拧起来 往下连续对反手 扑正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复合的 还有很多很多 那么这种设置方式 比如说我正手会短 摆一摆 完了以后 人家拉你 主动防守 完了连续两边摆数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说是 我发一个长的 让它拉起来 连续正手 转反手 发力 或者说发一个反手 长 连续连续 转正手 两边摆数 这是复合的 第三个我们是说 是变化的组合 变化的组合有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球要有变化 比如说我强下旋 强下旋过去 然后我拉起来 让对方防守 防守 防守 转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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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的话 在令高质量到低质量 从防守到进攻 攻防转换 防攻转换 这些都是有变化的 比如说我们拉起来 让他那边发力 或者说是 拉起来 拉起来 让他主动进攻 防防防 他就拉 动作大小 这些都是要有调整的 那这些变化的组合 防攻转换 攻防转换 最后我们讲个前三板的组合 比如说我发 发完球 给他摆 完了以后 让他去劈长 我拉 或者发完 反手让他拧 然后离去停三板 或者说 让他去在那边去 让一个教练人在那边去发 发完以后 他离去抢 两个陪练 跟他练 这些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发完球 拉 拉 防 或者说 我发完球以后 戳 劈 让他去拉起来 这些都是 勤三板比较好的 好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我们再见 我说 我那边 他会有没有 我这些是 我这些就是